大家好,现在在曼哈顿西74街 然后这个纽约自然博物馆这里 刚刚梅西百货的游行举行完 感恩节的游行 看那个警察把这个红绿灯 因为那个游行很大嘛 那个充气的那些卡通人物 现在把这个红绿灯把它靠 大家好,感恩节快乐 现在在西74街中央公园这边 然后呢,梅西百货 感恩节的游行刚刚弄完 警察呢,把这个红绿灯 把它弄到正去的位置 之前呢,是把它向人行倒靠 因为那个游行那些充气气球非常大 会挂着 所以你看,多辛苦 一热活动,多少人忙呀 今天的雨特别特别大 八点半就开始啊 雨越下越大 12点钟最大 但是住在附近的居民 还是过来看着 但是呢,就是天公不作美 小孩子都呱呱哭了 天公不作美啊 就是那个,你看 旁边很多 VIP的座位啊 那都是空着的 没有什么人坐啊 现在是结束了 刚才也没坐多少人 就是那头坐了一些人 然后呢,那半头都没有什么人啊 因为我一直站在里面拍的 哇,真是很辛苦啊 现在搞完了 你看这些人毯子都不要了啊 挂在这里乘凉了啊 明天晒干子过来取啊 哇,真的雨暴大啊 真的太辛苦了 这个梅西百合花了好多钱啊 结果今天有点不尽人意啊 但是总总体来说游行还是不错的啊 大家热情很高啊 你看这个水有多深啊 我穿着是雨虚啊 穿着是雨虚 我今天早上 五点五点半就起床了 然后我就往这边赶了 因为下雨嘛 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啊 就是还是要早出发 现在拍完这个游行了啊 今天我觉得游行还是 还是不错的 特别是那些表演的人 那些拉拉队 每个人都没有 都没有吊链子啊 真的是 激情饱满 虽然说 雨下那么大 但是呢 他们有些 还是就披着雨衣 因为这个游行表演嘛 他比小孩子 这样说吧 以青少年为主 老人家是搞不动这些的 对吧 都是青少年 但是他们一点都 没有说就是情绪低落啊 或者说抱怨啊 真的 激情是一啊 哇 那个身体 身体素质好 真的 美国小孩子的身体素质挺好 你说多冷啊 我穿着羽绒衣 对吧 他们就穿着薄薄的 那个表演服啊 并且他们是很早 大清早 我觉得天不见亮 就过来准备了 因为那些游行的 大家知道 梅西百货游行 都是那些公仔 巨大是不是 还要充气 还要弄 昨天晚上 看见他打气了 打好了 还要排队 你说他们领了多少个雨 身体素质太棒了 哇 你看到处都是咖啡杯啊 这些 哎呀 这也不能说了 今天下雨啊 路上丢点垃圾 也不 也不所谓 对吧 你看警察才辛苦 我刚才拍那几个警察 哇 浑身淋湿透透 你看地下 哎呀 地下丢垃圾 也可以亮节 对吧 今天下雨 这边垃圾桶 他也没有 这边也没有垃圾桶 说实话 没垃圾桶 真的 也不怪大家 扔扔扔垃圾啊 你看好多这些人的毯子 淋了就不要了 怼在这里了 游行非常精彩 大家看我直播没有 我是全程直播的 我衣服也不要了 今年是梅西百货办的最大的一届 那个港人街游行啊 可是天气 昨天天气好 哎呀 如果昨天和今天打个棍就好了 换一下啊 美国人素质真好 那些乐队也是 还要吹号 还要表演 你想那么大的雨 那个气息都不均匀 对吧 你看现在红绿灯都在往中间搞 这一路啊 哎呦妈呀 我鼻子里面全是水 要走到34街 梅西百货旗舰店那里结束 你想 好多人忙 你看因为这个红绿灯 要把它掀过去 全部 全部让它回归正位 这边地铁站都停了 不然我可以住这啊 现在我 我走72街去坐地铁嘛 你看 好辛苦啊 那给工人点赞 我就没有走到那个34街了 因为我要举 举到那个伞 然后又要直播 然后又要走 那个我那个云台 如果它进到水的话 就报废了 就坏掉 然后又要充电 哎呀我 身上又背着书包 又披着雨衣 又打着伞 我见到我真是 今天巴不得自己是三头六臂啊 大家还是热情不减啊 你看 对面排队坐地铁啊 先大家都回去啊 哇要是今天天气好 真的那真的 商家今天的生意应该是爆满 但是今天下雨啊 商家的生意肯定会受影响啊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对吧 很多人就是外面吃饭的 就就就就在家里搞搞了 嗯 特别是华人 但人家老老美 人家都是在那个家里吃火鸡 对吧 我们中国人 我是我我是吃不来那个火鸡的 嗯 就那么大一只 对吧 好 现在那就 怎么说 排队坐地铁是吧 然后回华人市去马拉圣 然后我再给大家扫一点哈 哎呀 真心今天视频也换个很 哎呀 雨太大了 我真的是 一只两只手都搞不过来 警察真辛苦 真辛苦 真的呢 一万个赞 一万个赞啊 必须要给警察 你看这警察浑身淋的 你看 扯进一点 他们都好像无所谓 对吧 因为习惯了别人 从来就是这样工作 警察把前面就封了 前面就堵了 就是怕那些 有些你知道美国有些人爱开车冲撞 对吧 就是为了安全 大家的安全 基本上就把它全部给封起来了 三十四街 没七百货 提进店 我就不去了 现在准备回去了 因为雨太大了 真正真的大 然后我到法拉圣再给大家扫一点 今天这个视频就这样了 你看现在 现在还是跟大家排队 排队 进地铁站 我今天看这个现场 很少华人来看 基本上都是老外 华人 华人亚洲人很少来看 因为一下雨 很多华人就便宜出来了 现在到了三十四街 梅西百货旗舰店这里 就是今天感恩节游行的终点 出口好多人了 有些地铁站的出口都关门了 然后我看那个新闻 巴勒斯坦游行的 在梅西百货门口抗议 警察抓了一批 巴勒斯坦游行 我是长期拍 拍了差不多几年了 所以我也在他们的电报群里面 也在他们那些社交媒体 我都有 他们什么时候游行 游行到哪里 我都知道 那现在呢 我想出去看一下 梅西百货门口 现在情况怎么样 看游行是不是 那个队伍已经到达终点了 再给大家扫一点 今天那个直播大家看了 一会儿我回法拉顺再拍一点 太大的雨了 我现在手机都不能充电了 那个我打着伞了 拍视频刚才 充电口都进了水了 说不能充电了 就很麻烦 现在好多出口都封着 你也是个烦事情 这边是冲着 这边可以出去 走这边 我就给大家汇报一下 今天这个 曼哈顿的情况 人还是多 但是街上的人就比较少了 可能大家都回家吃饭了 哎呀 下雨太不方便了 你看我又穿着雨鞋 又弄着雨衣 又打着伞 还要拍视频 还要直播 现在走到冰州车站了 里面装饰一新 拍了很多的餐馆 然后看到很多游行的人 他们结束以后 也是在这搭车 然后返回回家吧 应该啊 今天电梯也停了 要走旁边上去 哇我都搞晕了 今天啊 还在下雨 今天曼哈顿 我就不准备在街上拍了 实在是手机充不了电了 还没 马上还有一格就没了 来坐 坐地铁回法拉顺了 回家吃饭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谢谢大家